抖角了 因为他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在抖角 那我发现到说这也是我们所有嘉宾当中 第一个这样子一直抖这么厉害 可当时我想到的是 大家别忘了他另外一个身份 刚刚经历过这样的大地震 所以我没有去阻止 我没有去阻止 是因为我觉得不应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他的 我想先听听看你最真实 是你习惯了还是受到影响 我这里想说一下 刚才这个抖角的 我觉得不是因为什么恐惧啊 主要还是因为 当那么多人指责我的时候 我内心产生的一种 抵抗的情绪带来的激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称诉一下关于道德绑架 刚才很多人说 如果你的孩子在他的班上 你会赞成吗 我想说的是 哪有什么功德啊 无非就是一情人的私德而已 私利而已 因为他们想 你为我的孩子牺牲了 可是你的母亲 你的兄弟 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的悲痛 这个我是不考虑的 因为我的孩子保住了 然后我送你一个烈士的称号 所以我觉得 当社会附加于教师 各种各样的责任 且没有 他们的权利 且没有得到相应的维护 权利义务 这个是一个对等的 只要他尽到自己的责任 如果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他一个人没有救出来 我们仍然会尊重他 他没有尽到这样的责任 一个人都没有死 我们仍然必须他 这里我还是想反驳一下 我既然要捍卫我所生成的言论自由 以及以主流不同的价值 我早就做好了 面对千夫子的准备 这一点 我当时逃跑了 我承认我的不够勇敢 在面对各种指责 和道德判断的时候 捍卫这种多元价值的时候 以及申诉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我又借用我朋友的一个说法 我是个思想烈士 谢谢 你有钱汉你的价值 但是你也不能阻止 别人来对这种价值进行批判 你可以评判 但是你没有 进我的人格进行封击的钱 别人也有言论自由 我也可以攻进去人格的自由 你是个傻瓜 你是个傻瓜 你是你自己扳倒的 你是个傻瓜 如果你不是逃跑 你更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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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底线到怎么遵守 你连底线到怎么遵守 因为你少真点 两位 两位 两位抱歉 因为你是谁 两位 两位 两位客气点 两位 你是一个内人员 是个动作 是一个傻瓜 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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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都是知识分子 两位都是知识分子 这不是我们要进行 就提给的这样 这刚刚说过了 不需要 不需要有任何情绪系 给互相戴帽子 好不好 谢谢两位 请 我先听到老师 在座的是老师的请击手 老师身份的 我听听看 好 请 来 热泪掌声欢迎 你怎么看待 会觉得是一个道德绑架吗 会有压力这么大吗 我也是一位 那个小学老师 我认为刚才那个 范美中先生 感觉他挺 太夸张了 我认为 就是说你不救 哪里夸张 我感觉他在博客上 说自己的意见 你即使说不救孩子 那也没什么 你也没必要说 全是学生说 我那个 我做的就是对的 那给老师一种什么 什么印象呀 你老师不救孩子 但是也说上后人 全都像 你见到老师去学习吗 是吗 我也敢门心自问 我做为一名老师 如果我的孩子出现问题 即使大级波是七点八级 即使九级 我也会让我的同学 我的孩子 全都跑出来 我再跑 即使我死了 那我也无缘无贵 谢谢大家 这里我想 我可以说一句吗 可以 我就说 你做了谭千秋 你做了雷 或者你做了雷锋 你没有以权力要求 所有人都像你那样 不是 OK 是 我可以说一句吗 行 没有人要求他做雷锋 他出雷锋 我觉得太可笑了 没有人要求你做雷锋 只要求你进到一个 进到做一个老师的底线 我再说一遍 这是底线 根本不是高调的要求 是起码的要求啊 我刚才再从谁 底线就是不能放弃孩子的生命啊 危急的时候不能放弃啊 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 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 什么情况下都跟孩子的生命办了第一位 这是谁规定的 这是哪一方面的 这是底线 怎么会是高要求呢 你不要再要通话关键 来麦克风 麦克风 来麦克风拿回来 我喜欢对面的先生呢 就是说呢 你说哪一方面就是 这个 这个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我觉得很简单 要有双方要约定的 因为如果你规定我做了 比方说范美中 如果要求他 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 那他就不是 他就可以选择不当这个老师 但是现在你就没有定出来 你现在没有定出来 哪里要规定了 好 你们两个 所以因为我们的规定 现在存在漏洞 存在不可操作性 我再说一遍 怎么不可操作性 好 你们两个 等一下 你们两个 讲得很清楚吗 我们让第一次发言人来 第一排 这几位女孩子来 麦克风寄给他们 好 你请说 你先说 我先来说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请尊重他们好不好 来 请 请你场外嘉宾说法 请说 谢谢大家 我其实也是 我对这个 范先生的观点 有些还是比较认同的 就是我们先自问 我觉得虽然我 我做一工作了五年了 我也愿意对这些孩子 就是我们利用周末的时候 现在时间给他 进一些辅导教育 但是觉得在这种突发自然情况 面临 就是出现的情况下 我能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不能知道 我不能保证 说我肯定会救孩子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就没有资格来要求别人 会怎么样 因为那个第一人 是突发情况 是很短促的 只有几秒的时间 有的人跑了 救别人 有的人没有救别人 自己先跑了 你觉得应该用宽容的态度 来面对 对 你很难知道谁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我觉得范老师可能就 本身就是比较特里都行的一个人 他的教育风格呀 教育方法 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但是他敢于在网上登出来 不断跟大家来讨论啊 然后来引起大家讨论 这么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我现在讲的谢谢啊 我现在讲的是 就是说范老师呢 后来就是 学生到 学生都出来了 范老师呢 和范老师 一道有序的组织 整个场面 但他没有写 他不愿意去写 那时候已经没有他写了 他并非是个逃兵 那么如果 尊重一下 听吴老师请说 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现场打电话 给他的校长 这位先生 你可能确证 你知道外国的校长是不是 由校长来求证是不是 对 我讲 如果这位先生不相信的话 可以通过 我不是不相信 来重复一遍 那时候已经没有危险了 他不愿意写那一块 他为什么不愿意写 你们等一下 你们这样 还有什么 郭先生 吴先生 你们现在讲的这段 是核心所在 因为现在大家 因为对 范先生 他的言论当中 已经有情绪反应了 像一个佐证人 是校长 休息片刻 我们要听听看 校长是怎么说的 还原当时的真相 我想 才能够让事实还原 对不对 休息片刻 听听校长怎么说 待会见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劲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请出 接下来这位嘉宾 是国务院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 林格主任 欢迎他 欢迎林格 欢迎林格 做到我们的 DK宝座 接下来我们关心的焦点 除了待会要跟 范老师的校长连线 我们要还原 真实的情况之外 接下来我想先 特别请教林格 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很关心一件事情 刚刚大家在想说 到底范老师 他这样的教育理念 他这样子在大难来临的时刻 他所做的这些 出于他本能上的 这些行为 你是怎么看待的 我认为这位范老师 这个本人来说 我认为他是诚实的 他很诚实 他很诚实 而且很有勇气 这一点上我认为 这一点上我觉得不应该 从人格上 或是从单纯的道德上 去这个骂骂 因为为什么会出现 现在出现这个事情以后 全社会都是来一个轰炸 这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 处于一个不成熟的时期 可以叫青春期时期 但是范老师这种言论 我是不支持的 言论不支持 对 这个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我认为他对教育的 基本价值的认识 有偏误 第二个原因 他的这种过于理性和冷血 可能会消解我们本身 积极向上的 对教育的追求的价值化 所以你觉得他可能适合 当一个评论员 非常冷酷的评论员 客观的评论 不适合当老师 是的 因为我觉得本能啊 有两种 两个层面 一种就是低基本的 比如说 动物都有的 它会保护自己的孩子 对吧 这是低基本能 但是人是高级动物 人他有自己的信念 有自己的职业的信念 也有自己的情感 而老师去保护 先保护自己的学生 我认为这是一种高级本能 是一种有意识的 一种行为选择 在范老师还没有回答之前 他的朋友吴老师 已经先跳出来 已经站起来了 我是这样想的 也不是跳出来 我表示对这位先生一定尊敬 因为他站起来发言 所以我要站起来 你也站起来 对等的 平等的 互相尊敬 因为这是高级本能 那我也站起来 互相尊敬 我是想就是说 请请 新报推表单的看法 我是想就是说 在这个高级本能 低级本能 我觉得这边区分的